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恐怖电影《两个月亮》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三个互相不认识的陌生人在一家疗养院醒来 可是疗养院里却不断地传出来奇怪的声音的故事 电影开始有这样一个传说 曾经一个村里有一家疗养院 这里的一家三口自杀以后这里就荒废了 在人间有一个月亮,地狱有一个月亮 当天空出现两个月亮的时候 人间和地狱就相遇了 镜头一转,平头哥,短发女和长发女在一间大房子里醒过来 但三个人互相并不认识 他们查看了一下,发现这里是一家疗养院 短发女和平头哥就想离开这里 可是长发女却说 晚上树林里太危险,还是等到明天早上 两个人不听还是出去了 来到树林里平头哥先进去探探路 留下短发女在外面 可是平头哥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有鬼 害怕的平头哥在里面纠缠了20分钟 好不容易逃出来之后 短发女却说自己才在外面等了一两分钟 两人这才觉得邪门就折返回去了 回到房子里短发女和平头哥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于是顺着声音到了地下室 在地下室碰见了长发女 长发女警告她们不要进去 因为自己对那种事要比正常人敏感 感觉里面很不好 两个人被吓得就没有进去 回到房子里的短发女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吃的 长发女就去找吃的找到了两碗拌饭 短发女和平头哥吃光了所有拌饭 吃完饭后长发女让短发女回忆 没来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 可是短发女不知道怎么回事 抽搐着翻着白眼倒地 长发女叫平头哥去拿水 等平头哥拿水回来以后 短发女已经被长发女救活了 平头哥觉得很奇怪 就问长发女怎么救活的短发女 长发女说 因为自己学过这一突发状况怎么处理 之后短发女和平头哥两个人 又听到那个奇怪的声音了 于是就到地下室查看 又碰见了长发女 三个人这次在地下室找到了一个大婶 那个大婶精神似乎不是很正常 来到上面以后一直说着什么杀人犯 然后长发女问她叫什么名字 然后大婶听到她问 就指着她说 她是杀人犯 长发女见到大婶这样就先离开了 之后平头哥和长发女又听到下面有声音 就去查看 这时听到短发女的尖叫 两人跑上去看到大婶已经死了 长发女把手放到大婶头部 就看到了大婶之前的生活 原来大婶和女儿被有家暴的丈夫赶出家门 长发女问短发女怎么回事 可是短发女却说 自己在隔壁听到动静后过来 大婶已经死了 什么都没有看到 三个人坐在一起 回忆起自己来这之前发生过什么 平头哥和一群朋友来登山 可是一回头自己的伙伴就不见了 晚上自己又累又饿 晕倒在马路边 这时一辆货车经过把自己扔上车 她也没有看清人脸 这时短发女也想起来自己和朋友去市区 半路不想走了就看到一辆货车 就让货车司机拉他们一程 路上司机下车去取东西 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来 短发女就下车去找司机 原来那个司机就是刚刚死去的大婶 他们看到大婶在切萝卜 跟她说话也不理他们 之后两人就幸幸地离开了 可是没走几步 大婶又开着货车从后面过来了 还差点撞倒他们 于是短发女上前理论 这时三个人又听到那个奇怪的声音 前去看大婶的时候 却发现大婶不见了 再一回头 长发女也不见了 屋子外面也没有人 镜头一转 长发女再和一个男人说着话 那个男人坐在一堆仪器面前 长发女跟男人说 那个大婶应该是凶手 听到短发女和平头哥的话 回忆起自己是谁就复活了 男人还说 一个叫英婿的男人在村里面调查 这时短发女和平头哥 听到阁楼有动静 就爬上去看 结果遭到了那个大婶的袭击 然后平头哥干掉了大婶 但是自己也负伤了 平头哥开始怀疑长发女有问题 躲在小黑屋的长发女 和那个男人查到 那个大婶叫金言顺 在这家疗养院工作 但是当疗养院的主人死后 她还是继续来疗养院工作 长发女怕自己消失时间久了 他们就会起疑 就赶紧出去了 平头哥看到长发女之后 就质问她 还要进那间小黑屋 可是长发女阻止她 因为自己刚刚从里面走出来 之前那些奇怪的声音 就是男人利用机器传出来的 这时外面有动静 三个人出去查看 发现大婶又不见了 三人出去看见有两个月亮 而且现在已经早上了 可还是晚上的样子 吓坏了的短发女 哭着对平头哥说 你刚刚在和大婶搏斗的时候 就负伤死了 平头哥却告诉短发女 其实她也已经被大婶杀死了 当她去找大婶理论的时候 大婶杀死了她 长发女又回到小黑屋 告诉那个坐在仪器前的男人 不能再继续了 否则会很危险 原来她们在拍摄一档叫深夜浅谈的节目 长发女出去拿出一张符贴到短发女背后 短发女在地上抽出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同时她还告诉平头哥 其实七年前她就死了 当时自己又累又饿 被大婶开的货车撞死了 拿出一张符之后 平头哥也开始抽出一会儿 然后就不动了 这时大婶从身后出现 虽然经过一番波折 但长发女还是送走了大婶 等她再回到小黑屋找导演的时候 导演已经死了 大婶又出现了 这部电影剧情紧凑 剧情反转有新意 是一部不错的恐怖电影 值得一看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